萬望中時在選前最後19天發佈了最新的民調 那韓總韓國瑜呢 他是以45.3領先了民進黨的陳其邁在高雄市場選舉 他現在領先了9.1 這個實在是不能大意 因為民進黨到時候最後會使出什麼絕招我們也不曉得 而且我真的是有點擔心說大家以為領先了就很放鬆 就不出來投票就忘了投票 反正會選了不會投票 千萬不可以這樣 因為上一次朱立倫就是差一點就這樣子被翻盤了 所以現在韓總其實很好領先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咬緊牙關撐到最後 接下來我想呼籲一下 因為我看到韓總最近在這個一些影片或是下面上面 我覺得他非常的疲累 他單強匹馬一個人下去高雄當主委 然後選高雄市長 在大家不看好的情況之下 他衝出這樣的一片天 可是我想他個人已經非常非常的疲累 我知道因為他個性是比較隨和 所以很多朋友 縣市長 議員邀請他站台 他都會去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體力消耗上面非常大的一個消耗 不曉得他這樣子還能夠怎麼撐下去 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他現在已經在高雄有領先 希望他可以這個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這個我個人的呼籲是這樣子 希望他可以回防 好好守住高雄這個成果 因為其實他已經這一段時間因為韓流的關係 就已經幫忙很多候選人站台了 那真的應該是應該適可而止 就是應該要鞏固 優先鞏固高雄市這個才是正途 那希望國民黨其他的候選人 反正你們也出來選嘛 那就自己努力 他可以幫到現在我覺得已經是盡心盡力了 那像在因為他自己本身是雲林出來的 他是雲林女婿 那我覺得他幫雲林縣長張立善競選 這是天津第一應該的事情 因為他從那裡出來 而且他也受到他們很大的支持 所以我想在最後這個最後19天呢 希望韓總可以這個好好守住高雄 從高雄把力量散發出去 而不是用再去東噴西跑 因為他真的很疲累了 有時候你也可以看到他有時候說話 就是會有點失言的狀況出現 因為實在是人這個累的時候 有時候不會想得非常的精準 所以這個是可以避免的事情 那也希望各位候選人能夠 其他的縣市長候選人或是議員可以諒解 就是盡量可以如果說是以這種直播的方式來助政就可以 那不一定要真的要人這個東噴西跑 我們平常這個南北跑或是東西跑 都會覺得很辛苦 那他向大家一天跑好幾滑 非常的辛苦 這個呼籲各位這個縣市長候選人議員呢 就先自力自強自己想辦法衝出一個局面 讓韓總可以專心在高雄這一方面 顧好一個選情 這個目前領先的成果 謝謝各位的收聽 我們一定要拒絕貧窮 我們迎接繁衡 迎接富有 高雄一定要打算錢 好不好 好 好